好的 我们知道中国从1950年以后 只有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举行的 一直到现在是中国出口的一个主要阵地 那么现在这个上海的进口博览会 实际上是2017年5月份 习近平在一带一路论坛上提出来的 但是在今年上半年的 中美贸易战开始之后 这个进口博览会的地位 以及他的筹办的这种规格 都被加速了 都被提高了 作为一个中国试图来表明 以增加进口 扩大开放的一种 非常有象征性意义的一个经济活动 被提高到一个很高的位置 比如说今天在北京 召开了一个中央的政治局会议 专门在谈这个进口博览会 把它抬到了一个政治高度 来要求商务部 上海市政府要全力的办好 而且我们相信习近平可能会出席 这次进口博览会 并且发表一个主题演讲 来阐述他对中美贸易战的一个看法 我相信这次看法可能 是有相当的指标意义 来决定未来的中共的四中全会 十九届的四中全会 以及未来习近平和川普的 峰会的一些谈判的基调